警方立足赵明福民主促进会进入国会 结果引发骚乱 首席安华随即向赵家作出承诺 至于给出了哪些保证 请看7月15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嘉迅 为悼念赵明福逝世15年 赵明福民主促进会 从上周六开始 展开为期三天的正义执行活动 今年该组织一行人 徒步去到最后一站的国会大厦 以提交备忘录给手下安华和国会议员 但怎料过程中却发生了肢体碰撞 导致赵明福的包妹赵丽兰 一度跌倒在地 痛哭流涕 甚至情绪激动的质问 为何不能够前往国会 随着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收下安华今天下午在社交媒体X发帖表示 他已经知道来龙去脉 并承诺会在短期内跟赵明福的家人 以及赵明福民主促进会一行人会面 以研究对方所提出的诉求 今年3月闹得满城风雨的KKマ出售印有 真主自演的袜子风波 终于在今天告一段落 今天案件第三度过堂 KKマ创办人蔡志全等5名被告 在控方撤控下获判5罪释放 不过两家涉及的公司 也就是KKマ以及袜子供应商新建长 则在认罪下各被罚款6万令吉 案件完结后 蔡志全也大方接受媒体的访问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对我和我的家人 在过去四年 要是24天 我和我妻子和家人 和我的同事 和我的家人 都在厕所在这段时间 134天 这不是很危险的日子 我感到很悲惊 事情像这件事 发生在我和我的家人 這是一件事超過任何極端 這是鄰居的一件事 我能把所有事情都折磨 這將會讓我生命不忘了 我希望今天是這個事件完全停止 我們繼續繼續 我們會保證我們做得最好的 謝謝 為了保障學生行路安全 副首相阿穆扎西宣布 國內學校區域的最高行駛時速限制 從現有的每小時40公里 降低至每小時30公里 阿穆扎西今天主持內閣道路安全 與道路堵塞委員會會議後指出 根據警方的統計 2023年發生在學校區域的車禍 總共有322宗 至於涉及死亡的車禍 每年平均有67宗 而根據國際研究 每當時速降低1公里 將能夠減少4%至5的死亡率 換言之一旦落實新措施 並有望降低約30%的死亡車禍風險 阿穆扎西也希望 教育部能夠跟校方以及家教協會合作 在學校地區新建路墩 以便更有效地落實每小時30公里的最高時速限制 另外 內閣道路安全與道路堵塞委員會 也將會設立工作小組 以針對相關措施 設置適當的時間範圍 確定起點和終點區域 並現報頒布學校區域的時速限制 日前一名Taito女網紅暗殺 已因不堪網路霸凌而輕生 引起關注 馬來西亞前風暴 引述大馬通訊及多媒體委員會 MCMC的數據指出 自2020年至今年7月9日 大馬平均每天發生約10宗的網絡霸凌案件 在此期間 MCMC共接到9483宗網絡霸凌投訴 其中以女性占多數達4878宗 大馬網絡消費者協會主席希拉·伽利爾指出 網絡霸凌已然成了當今社會一種常見的行為 並且已經蔓延到了兒童當中 如今隨著社交媒體用戶的增加 導致每年網絡霸凌案件數量上升 而網絡霸凌可能會導致受害者承受巨大的壓力 甚至走向死亡 對此還認為 政府有必要重新審查或制定專門的法律 來應對網絡霸凌課題 根據2024年全球數碼報告 擁有社交媒體帳號的大馬人 共有2868萬名 比前年激增20%或480萬人 當中有大約1640萬人或57.5%使用社交媒體 來打發空閒時間 Tiger新州華教一眼踏入30週年首站 7月14日在佛容統一宴會廳隆重登場 大馬喜利有限公司區域銷售經理 甄榮寬表示 Tiger會繼續保持支持華教 應爲而為 即發揮愛心 弘揚華教的理念 在能力範圍內提供協助 使這公益活動得以延續和壯大 首場一眼由Tiger呈現 佛容鎮華中學董家教主辦 新州日報和光明日報聯辦 合力為鎮煌二校籌目 提升立堂設備和興建市聽市基金 交通部長兼芙蓉國會議員陸兆福 也為活動主持開幕 並宣布其服務中心撥款10萬令吉 另外 楊中理基金會也捐贈100萬令吉 讓籌款總額高達313萬令吉 當晚的活動共宴開153席 政商與文教界旗职一堂 展現對教育事業的關注以及支持 想要了解更多有關Tiger新州華教一眼的詳情 可以瀏覽TigerCECC2024.sinshow.com.my 今天除了這些焦點新聞 大事記結束之前還有其他熱點新聞要跟你分享 雪州蒲仲金鸾BK59路的公園 近期新建了一座5G電訊塔 引起居民反對 認為有關電訊塔太靠近民宅和休閒範圍 對民眾的健康產生危害 部分居民在馬華書邦區會主席趙啟欣和委員李建芬的陪同下 在今天召開新聞發布會 要求相關單位將這個電訊塔移去其他地方 當地居民指出 其實早在去年11月 有個當局在得知居民不滿的意見之後便下令停工 但怎料今年7月初卻悄然動工 並在大約一周的時間內晚工 目前已經有超過40名居民 簽名反對這一個電訊塔的興建 大馬國民戰車Maivi又有先搞作 有網民拍到一輛黑色Maivi轿車 在崎嶇的山路以倒車的形式下山 視頻上傳之後 網民紛紛對司機高難度的駕駛技術感到不可思議 此事相信是在沙巴昆達山的山區路段發生 其中有修車經驗的網民就猜測或許是車子的變速箱出了問題 才導致前進檔無法使用 只能夠用倒車檔 但無論如何 視頻並沒有說明缺切的原因 各位注意了 吉隆坡購物廣場一次出現迷魂檔 一名男子日前在臉書聲稱 在逛街時突然被一名黑人男子叫住 並凑近跟他說了句 你是個很幸運的男子 就這麼一句話 讓男子瞬間感到頭暈眼滑 但男子表示 他當下即使上了手扶梯才沒有中招 回過神後 男子趕緊拍下涉案黑人的背影 並發文呼籲大家在公共場所遇到陌生人搭訕 務必要提高警惕 如果你還想深入了解哪些新聞內容 歡迎留言或私信我們 也記得追蹤訂閱百格 我們下回見 我們下一個人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人的訂閱